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粉红 粉红是中国人的出厂设置 新闻联播是我中学时代最喜欢看的节目 所以很多人说统都是假议题 你没有一个主权的稳定和安全 你所有内政都是偷劳的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很多观众敲碗很久啊 希望我们这个频道请公子沈来上我们节目 其实我个人啊 大概也是从2020年就有在开始关注公子沈这个频道 那这次啊他来我们台湾官选 那我也非常荣幸可以在这个餐会上认识他 所以今天啊就邀请到公子沈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台湾的状况 或是中美两国的状况 第一次来台湾是十几年前是吧 那当时你来台湾跟这次来台湾 你心境上或是看到台湾有什么不同的变化 上次来台湾是十几年前旅游嘛 那么就是作为一个学生背包客来的 所以说去的地方很少就在台北 然后只有待了三五天的时间 基本没什么太大印象了 那这一次来就真正的开始了解台湾 来接触台湾人 特别是这次我们是一个组团来台湾官选 这是给我来说一个震撼教育 从来没有感受过民主的热情 那当然了在加拿大 我们也参与过民主的选举 但是那种热情度就是非常低了 因为毕竟几百年的历史了大家投票率可能还不到40% 在台湾我看到了投票率超过70% 台湾人对这个民主的热情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激动 我经常说就是对你们羡慕嫉妒但是不恨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中国出生长大 从来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东西 自己做一颗小韭菜 而且还觉得自己很美 那么到了台湾才真正知道 原来台湾才是一个非常成熟稳定的公民社会 就是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同时尽自己的一份义务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我过去不理解什么是正常跟不正常 以为中国那种状态才是正常的 就很多中国人跟我一样 在中国出生长大的 就觉得中国才是代表了世界的未来 才是东升西降 但实际上发现那是一个极度扭曲的 极度封闭的社会 出了国 然后到了台湾 这才慢慢开始觉醒 这是从粉红转变是来台湾之后 倒不是 这其实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一个阶段就是支持统一的粉红 然后变成支持统一的反贼 然后变成支持独立的反贼 它是一个三个阶段 所以说其实我三个阶段都已经度过了 然后来台湾之前 但是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度过第三个阶段 还是第二个阶段 就是开始对共产党有意见 开始觉得共产党那种 专制统治是有问题的 但是却支持统一 这是某个阶段 后来慢慢的才有真正的转变 就真正的理解了什么是自由民主 才理解了台湾人现在所处的 一个生存的状态 然后才关心台湾 理解台湾人 并且也希望誓死保护台湾的自由民主 作为对抗中共专制统治的一个前线 之前看你节目好像你是北京人是吗 是的 好像两三年前有一个小粉红去你们那边的公安局举报我 自己拍了一个影片 然后没有做那一集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你是北京人 但我想问就是大城市跟中国的农村 你觉得粉红比例有差别吗 粉红怎么来界定 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粉红 那么粉红是中国人的出厂设置 这是他们喜欢说的一句话 爱国 爱国是中国人的出厂设置 因为所有人不管是在农村地区 还是在城市里边 我们从小接触的教育 都是这种党国教育 必须要爱党爱国 而且把支持国家的统一 都作为最高的宗旨 就是你不支持统一 你就不是人 你会被千夫所指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是背叛的所有人 就他把它给道德化 把它变成 这涉及到你的良知问题 所以说你支持台湾人的独立主权 或者台湾人的自由 这是你没有良知 你不是人 那你汉奸走狗卖国贼 总之他就给你扣很多的帽子 那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生存 所以说大多数人都是粉红 都是支持共产党 或者是爱党爱国 但是大多数人又比较沉默 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个人的生活 那么他们就不会平时去谈政治 因为一旦谈到政治了 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都有风险 那他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跟随不说就完了 所以大多数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 然后另外一个极少数的一部分 是活跃的部分 那这活跃的部分当中也分两个 一个就是反对共产党的 一个是非常积极的五毛粉红 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的 给我们节目下面留言那些人 大多数就是这一部分 就是积极的五毛粉红 那这一部分 我就认为背后是有好处的 有利益的 他们才会去发表这样的言论 谁没事闲的去一定要跑到八九或者公子省的频道下边去留言骂人 对吧 你没有自己事可干了吗 你花这点时间你去多干两个小时的工作 你还能多挣点钱 谁跟钱有仇啊 所以说这些人我觉得都是因为他们可能是五毛 他在服刑啊 他必须要早点出狱嘛 就是赚的积分嘛 所以底下要留言骂人嘛 是这样 所以后来我就明白了 以前还跟他们辩论 我上中学的时候喜欢一个一个怼 一个一个辩论 现在我就聪明了 我就说我辩论不过来了 因为他们是整个中国的这种机器 批量生产 一下生产了几十万人 几百万人 你一个人就跟他每个人去对一句话 那一天就别干别的事了 所以说我就在网上就不跟他对骂了 要不然直接拉黑 要不然把他们的一些搞笑的言论 荒谬的言论在节目里讲出来 我看你也经常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所以我看你的节目就是 所以给你起个外号叫粉红终结者 对吧 你就专门终结这些粉红 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 你刚刚提到那些所谓的服刑的那些人 我们后台都可以看到那个IP位置来源 我有直接好像4%5%的地位置 是直接从中国出来的 那也代表说他们不需要翻墙 所以这些人我在想不是服刑的 不然就是国安公安之类的角色吧 那我觉得蛮可怕的 对他们自己的本地的服务器 可能就翻墙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把这个IP 放在别的国家了 那肯定就是他们是统一行动的 中国人清醒分三个阶段 我2020年看到你的影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是我少见 没有大一统的 即便你是反共 但其实很多反共还是有大一统 就是中国台湾 大陆台湾就是要一起 这个国家不管叫什么 反正不要共产党就好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难得少见的 这样的一个反贼 你有什么心路历程才可以跳脱这一种模式 刚才讲的这三个阶段 你想达到第三个阶段 你首先得先达到第二个阶段 也不可能从粉红一下变成了堂牌独立 所以你中间肯定还是有一个阶段的 那么我就说从第二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转换 我过去肯定是坚定的反对台湾独立的 即使对共产党不满 但是我个人来讲 因为从小接受那样的一个教育 我不知道你清楚不清楚 就是在全中国 你每天晚上七点钟打开电视 所有的频道都是新闻联播 哪怕是你到了其他的频道 就是所有频道都是同意的 也就是说全中国人 这13亿人 每天晚上半小时的时间 集体被洗脑 这是一个洗脑时间 所以说你跳不过去的 你换别的频道还是这个 对吧 所以我们被洗脑了几十年 而且不管你说 新闻联播是我中学时代最喜欢看的节目 因为什么呢 它确实有道理 它的节目里边能给你带来一种愉悦感 就是它总是告诉你 我们这儿又进步了 那儿又进步了 我这儿修了大桥 我这儿有什么杰出的什么道德模范 然后又帮助了多少人 它总是觉得 这个国家每天在进步 然后这个省的收入增长多少 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进步 后边那部分是讲外国 外国多乱 今天这个出事了 明天那个出事了 这个丑闻那个丑闻 大概最后有这么十分钟时间是讲外国的破事 我从小就是接受这样的教育起来的 每天晚上打开新闻联播我心情特别舒服 因为每天上课你很累的 就是你看到新闻联播 大家全家人一起吃饭一边看 它为什么飙到七点钟开播 就是因为大家都能凑到一起 所有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间 让你一起洗脑 一天的劳累的工作或学习带来一点愉悦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人你想想 他怎么可能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 而且他自己也没有自由民主 他自己也没有选票 他怎么能支持别人有选票 所以说我是经历过历程过来的 到了海外之后开始对共产党开始质疑 开始觉得你欺骗我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了 那么这阶段其中有一个事件 我中学的时候要从校园出来要吃午饭 我们没有食堂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一个小饭馆吃饭 到了小饭馆之后 我点了一碗面太辣了 然后我就吃两口就不想吃了 然后我就转身跟同学就聊聊天 然后就准备走出去 然后这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我看到附近工地的那些几个工人 坐在餐厅的门口 然后有一个人就走过去坐到我的位置上 把我那碗面给吃了 当时我觉得书本里讲 都是说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 然后经济发展越来越好 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怎么还有人会去穷到要吃别人吃剩的面 而且我是在北京 不是在那些小地方 当时我觉得你这个学校里叫的 是不是欺骗我 这个社会为什么人民生活这么惨 当时我就是非常大的这种震撼 就是我亲身的经历 所以到后面会开始质疑 比如说学校里历史书里面讲的一些历史事实是错的 我到了加拿大读的是多伦多大学的 有一个东亚研究图书东亚图书馆 然后我读那些书里面就发现 比如说超前战争就是韩战 说是金日成发动的 然后我学校的教科书我记得非常清楚 指的是南韩发动的 这么一个世界的历史事件 你居然公然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 中学生的教科书上造假 就觉得我就不能容忍 这样的明目张胆的欺骗我们 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让你欺骗我们这些学生 所以我当时非常愤怒 就看了那个之后 我也是觉得越来越对共产党的这种洗脑教育 就是一种非常仇恨 而且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你不知道的 就是我们家庭本身在毛泽东时代就被迫害 因为我们在北京算是一个不能说是大户人家 但是生活还是不错的 至少继承了祖业大清帝国的时期 我们是在朝廷里面做官的 是汉城民国时期慢慢没落了 但是还是个中产阶级 就是还是生活还不错的 但是到了共产党1949年来了之后 就开始迫害 基本上你那个时代有钱的 有权力的 有知识的 有房子的 有地的 地富反坏右 全部都要被打倒 所以我们家是遭受的非常严重的苦难 那么当然了 就是我至少还好就是我们没有死人 就家里没有人被杀害 但是这种情况在邻居或者是其他家太多态度 但是后来改革开放 我们觉得共产党是不是变好了 我们也恢复了过去的生活 有些被收缴的房子还退还给我们了 然后就说那就接受共产党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继续的朝着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自由的方向发展 给共产党的时间让他改革 但是直到习近平上台 直到后面 对我触动比较大的事情是习近平上台之前的刘晓波 被判处这么长的刑罚 然后最后死在监狱的基本上 就是那个时候是我觉得共产党已经 跟我们过去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那这时候我过去那些苦难的经历的那些记忆 那些仇恨不就回来了吗 就是说你过去那些造成了那些迫害 还没有道歉 没有问责 那现在你又回到过去了 那我就觉得不能容忍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逐渐的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就是说开始反对共产党 那至于第三个阶段呢 那个台湾的问题 可能我跟别人不太一样 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可能在加拿大的时候跟台湾人接触的比较多 他问我啊那个台湾独立你怎么看啊 那我觉得说怎么能独立呢 我们虽然要实现自由民主推翻共产党 但是台湾统一这是必须的啊 这是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嘛 怎么能 然后呢他呢就在电话里呢 跟我讲了两个小时 把这个自由民主整个的 你的这种想法和自由民主的价值是背道而驰的 这种矛盾关系讲得很清楚嘛 那我立刻就明白了 我说那看来是我之前毒还没有排干净 对吧我们就是排毒啊排毒还没有排干净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逐渐接受 这一次来到台湾那就是不用说了 就进一步的就是亲身的体验台湾人 这个现在所拥有的这种来之不易的自由民主 包括我们去了很多的威权时代 就是当时国民政府去就国民党 迫害台湾人的那些历史的遗迹啊 精美人权博物馆 精美啊还有这个陈门城纪念的这个广场 对我觉得也能理解台湾人就说 这种自由民主来之不易的 所以必须要坚守 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 你家族在毛泽东时代有被打土啊分田地之类的 就是我外公家是湖南人 我外祖母外祖父也是在毛泽东时代被打土啊分田地 也是算一个中产啦 蒋经国开放那个两岸探亲嘛 我外公回去之后因为带了一本书 上面写三名出版社 就带了这本书又让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啊 又再被流放一次劳改嘛 然后国民党那个时候被共产党打败 来到台湾之后 我阿公那边我爸爸那边 又被国民党打土啊分田地一次 我们家的祖先受了国民党的迫害 又受了共产党的迫害 所以我真的是对这两个党非常的痛恨 那就我昨天去那个夜市 然后有一个粉丝就认出我来了 一个大哥然后说他是外省二代 又是老兵的后代 按说应该是深蓝 然后他说我跟那其他人不一样 我是深旅啊 所以我很支持你 看了我的节目理解共产党 但你怎么看这三党对于跟习近平 跟共产党谈的这个 就任何政党 任何人去跟共产党谈判 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好处 永远是吃亏的 因为共产党他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他的认知当中就认为 你们都是资产阶级 你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 我要实现的是无产阶级的大同的世界 那么我为了搞阶级斗争 推翻你们 我可以用所有的手段 哪怕包括欺骗你们 在共产党自己的文宣里边 在自己的内部的一些文件里面 都写著名了 就是我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来消灭资产阶级 哪怕是通过跟资产阶级合作 谈判的方式 最终目的是什么 消灭对方 所以说当理解了共产党的 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 然后你再去妥协 或者是跟他去谈判 试图去获得一些优势或好处 我觉得这个是徒劳的 所以我们这次 很多人在海外的 反对共产党的人 支持台湾自由民主的人 我们大家有一个共识 心照不宣的 大家都倾向于民进党当选 然后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讲 没有任何个人利益 国民党当选 没准闹的事更大 更好玩的 民众当选就更有戏剧性了 那么我们做节目的 就有太多说材料了 对吧 我们这个流量就上来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都倾向于民进党 就是因为它的 在两岸问题上 在国家定位上 在国防外交 这些重大领域上面的 和清晰的态度 这是让我们觉得比较安心的地方 我们先不谈内政问题 我相信民进党在内政方面 肯定也有一些过失 或者是也有一些指责 这是很正常的 任何政党执政八年 不被骂那才怪呢 你看看加拿大的自由党 被骂成什么了 但是呢 我觉得今天台湾跟别的国家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的自由民主的体制 仍然是脆弱的 或者说仍然面对一个重大的威胁 所以这是房间里的大将 你不可能说忽视的 不存在的 所以很多人说 统都是假议题 什么这个没有必要去谈 或者什么要谈内政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竞选的文宣的方式吧 但是你不可能不谈的 你没有一个主权的稳定和安全 你所有内政都是徒劳的 确实 共产党来统治你呢 你觉得你现在还有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 没有了 那你还去谈什么内政 什么能分多少福利 人想分离多少就分多少 不分离你能怎么样 像香港就是 你看看那香港议会的投票率有多少 二十几% 那二十几%还是动员起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你必须要把这个最基本的 共产党的底层逻辑认清楚 同时呢 你在投票的时候 当然现在投票完了 我可以说了 投票之前我基本上不能说太多 就是说你的优先项要明白 就是到底你投一个总统 应该投是什么 应该投的是国防 投的是安全 投的是国家利益 投的是它是不是能够捍卫你现在所拥有 作为台湾人所拥有的自由权利 这个是你投的一个方向 而不是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建筑 应该装修了或者是有安全性 或者这些当然也要谈论 但是呢 其实这更多的是县市长的事情 就是一些内政很多是那个 你看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失败了 这是在内政上面的大家说 觉得对你有些地方不满 这个民进党需要检讨 但是呢 在选总统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应该台湾人 把这个分清楚 我想问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共产党对于洗脑 对于统一 不管是对中国 但是我发现是它对于海外 加拿大那种地方 美国那种地方 还有欧洲 它其实都有在渗透嘛 那当然台湾一定是渗透的最严重 因为就在旁边 重灾区 我觉得共产党很成功的一点是 他已经把抗中保台这个词 洗成一种很无能 很不会做事 只会讲这句话 然后喊这句话的人呢 都是没有割掉的 只会口嗨的 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避免这种手段 因为我看抖音真的是防不了的东西 是 太难了 就是因为一个政党执政8年 他想继续连任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其实我还是乐观的 因为哪怕是执政8年 这次还是赢了 那还是赢了说明什么 说明台湾人大多数人 我觉得还是认同赖清德的理念 认同民进党在过去这8年所做的贡献 其实这个不是口嗨 它是实实实在在的一些行动 包括跟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往来 加强国防的建设 这个细节我就不用讲了 我相信台湾人都知道 对吧 然后跟欧洲的经贸往来更加的密切 很多欧洲国家开始认同台湾 其实你去看 就这次赖清德当选之后 全世界的反应 菲律宾直接称呼是台湾总统 我看到澳洲政府官网上写的是台湾选举 都没有提到所谓什么中华民国 或者怎么样 他们都已经认可了台湾 认可台湾独立主权 甚至支持赖清德当选 所以说我觉得 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台湾内部的大多数人 已经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国家共识 这个国家共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人 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什么可能还需要改变 但是他慢慢慢慢的 已经通过这次选举的结果 已经向中国的统一说不 抗中保台就已经实实在在的 成为一个台湾人的共识 那么当然了 中共怎么说那是他的事 他喜欢说什么都可以 说这次选举结果 不代表台湾主流民意 但是实际上他心里清楚 台湾人已经用选票说话了 已经明确的告诉你 我不支持统一 不管你是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 你都会失败 所以说对于中共的这些打外宣的渗透 或者怎么样的 可能渗透到的部分人群 也许是民众党的年轻人 就是他们可能有一点点含糊 他们可能会受到共产党的影响 共产党的这种 从通过抖音小红书 这些洗脑的影响 怎么能够让民进党政府 能够更能够代表年轻人的利益 去替年轻人说话 包括在内政方面进行改善 认知战上面 直求对决中共的这种渗透和影响 这是未来民党政府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 但是至少就是整个形势变化是很喜人的 今年年初有一个国家比台湾还早选举 叫孟加拉国 对那台湾其实是第二个 然后最后一个今年的是美国大选 那你觉得美国大选 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当选 对于外交上 尤其是对于中共 会有任何的改变吗 那今年或是明年的中美台三方关系 你觉得大致上会怎么发展 我认为三方关系会更加紧张 因为美国的选举直接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所谓的竞争性反中 或者竞争性排华 就是双方要比着看谁对中国更强硬 任何人一旦被贴上了亲中的标签 他就会流失选票 因为他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共识了 对你看看这些民调显示 就是全世界各国 包括加拿大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韩国 瑞典 很多国家 对中国的反感度都是空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人想要选举抛出的中国政策 或者是两岸政策 这方面的东西 都一定是要符合民意的 所以说双方肯定会指责对方太软弱 最近不是英国的前首相 他就说私下里边说要给中国军售 然后被曝光出来 对吧 就是这种变成了一个丑闻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敌国 就他们已经意识到你是在帮助一个敌国 那么这些国家都认为中国是敌国 那么他们释出的这些计划中的政策 一定是对中国不利的 双方比着看谁对中国更强硬 那么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对中国的这种制裁 围堵一定会加剧 那么中国的本来现在 已经是经济非常差了 内政然后外交都是可以说内忧外患 对让习近平交头乱隔 本来台湾大选又让他很没面子 然后美国在大选 一定会对他有重拳出击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 未来这两年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所以这也是造成了 他有可能想转移矛盾 会通过军事上的某些手段 来安抚党内的强硬派 你不可能遇到这种外部的压力 你没有任何作为 对吧 你都现在已经所谓的大国崛起 所谓的民族复兴 你肯定要做点什么 那他有可能在军事上面有所动作 因为他现在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军事上面 你可以看到前不久 不是清洗了一大堆的解放军的高官 从火箭军到国防部长到外交部长 这些都可是他自己人不像过去 他跟过去一个很大差别 就是过去都是政敌 我为了我的权利 我为了我的利益 我消灭你 现在是他消灭的是自己人 帮助他的人 为什么呢 就是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人 因为贪腐太严重 或者甚至跟欧美情报机构勾结 这些问题会导致他的实力的削弱 资源的匮乏 他现在要捍卫他自己的皇权 和整个共产党的这种统治 所以说他哪怕自己人他都要开刀 那么这意味着他的反腐 他的整顿军队已经不只是为了权利了 他可能有进一步的一些做法 他真的要去把军备给整顿上来 才会去连自己人都消灭 他如果是只是装装样子 意思意思 只是为了消灭政敌 他没必要这么做 他等于自断双臂 你这么做干嘛 他想要未来需要军队的时候 能够军队出马 能够挽救他的统治 那么台湾南海的某些国家 都可能是发动战争的目标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危机 总来讲未来几年 可能台湾还算安全的 我肯定还会来 那你觉得台湾应该怎么避战 当然最理想就是中共自己垮台 但我觉得近几年 我觉得蛮难看到的 没那么快 这几年台湾应该如何避战 最好的避战就是备战 壤外必先安内 我觉得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太多人想跟中共理应外合 这种做法会导致台湾的民选政府被内部颠覆 这种内部颠覆 很多人觉得没关系 有些什么统促党 什么这些都是边缘化的一些 对 不要忘了共产党 它有各种各样的手段 可以渗透到台湾 很多台湾的立委 这次已经爆出了好几个国防官员 对吧 所以说他们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 不是只是统促党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深蓝的政党 那些都是表面的东西 没什么用的 根本问题就是掌握军政的这些官员 立委影响民意的立委 对吧 还有就是所谓的反对党 就这些势力在中共没有进攻台湾的时候 他们可能说左右风源一下 但是一旦遇到巨大的压力了 解放军濒临城下了 他们是不是立刻投降了 你能想象国民党说我们现在坚决抵抗 然后说我们牺牲一切 我们去抵抗 怎么可能的 他平时都不是这样 他遇到中共解放军之后 他能这样吗 不可能的 是吧 当然你可以说民进党是不是到时候遇到这种困境 会不会坚定的抵抗 或者是能够率领台湾人 真正的去捍卫 你可以质疑对吧 但是我只能说其他政党可能还不如民进党 肯定是立刻就下跪了 立刻就投降了 那就等于把所有台湾人出卖了 他们当然可以去当一个台湾的省委书记 或者台湾的特区的特首 但是台湾人呢 他把所有台湾人是牺牲了 大家都变成韭菜了 对所以说我觉得最好的避战 那就是备战 这个备战除了国防 除了跟整个全世界加强关系以外 当然因为加强关系是直接把台湾放在了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体系当中 那么台湾有事 那必然就是其他国家有事 所以就为什么要签署什么自贸协议 有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后 其实共产党为什么很反对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把台湾变成了国际社会的一员 那么他打台湾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这是安倍说的 对 日本有事是谁有事 美国有事 对 美日有安保条约 美国有事谁有事呢 北约有事 所以总的来说台湾有事就是整个北约有事 北约是什么 北约是全世界所有发大国家 所有的先进国家的一个集结 而且是军事联盟 它不光是松散的一个民间的联盟 像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 那些什么经合组织 那都是比较松散的 没有这种防卫条约的 北约是有的 所以说你一旦对台湾发动战争 是在挑衅整个国际社会 是在不仅与美国为敌 与整个全世界自由阵营为敌 那北约不可能没有动作 其实从这次各国对台湾的总统大选 诸会也看得出来大家的立场了 是的 所以说最后一方面就是内部的 怎么能够把这个共产党的渗透 跟统战的势力能够消灭掉 或者是抑制住 这个是我觉得未来四年甚至八年 赖清德政府需要 用花很大力气去做的事情 最后一个我个人蛮想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身为一个台湾人 有时候讲中共的事情 或是有时候会讲说 可能大一统或者是说 中国这片土地自从勤之后 对这个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 基本上是没有贡献的 诸如此类的 然后我其实也觉得说 共产党它其实是一个结果 它是造成中国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当然共产党它用了一些渔民的手段 去欺骗了人民 但我觉得中国这片土地 一直以来就是极权专制 一直是大一统的 那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会被说 繁花 你反中 你反所有中国人 反所有中国文化 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这种 当然有了 当然有像我们这些人都会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 其中就包括汉奸做过卖国贼 我前两天在曹星成董事长跟他做节目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了说我们所有人包括骂我的这些人都是汉奸的后代 你骂我是汉奸 但你也是汉 你也汉奸 你说你骂我属典忘祖 可是我们的祖上都是汉奸 因为什么清君入关杀了那么多汉人 你的祖上为什么活了 你不是输辫子了吗 你不是做奴才了吗 你不是做汉奸了吗 那么生了最后生下来生下了我们 对吧 所以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 你骂谁呢 而且属典忘祖 曹董说了一句话挺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去溯源 去找自己的祖宗 没准自己祖宗就是一个混蛋 对吧 你的祖宗没准就是一个 曾经屠杀汉人的亲人 亲的这个满人 也有可能是五湖乱花时期的 鲜卑人 达达人 因为这个民族融合 最后变成了 你不知道你祖上到底是谁 你祖上可能手上沾满鲜血 你祖上也有可能是 屈膝投降的汉奸 他们骂我们是毫无逻辑可言的 我觉得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讲清楚的话 大家就觉得很可笑了 是吧 那今天非常感谢 龚之神来参加我们频道的访谈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记得去订阅龚之神的频道 我是八九 下次见拜拜 拜拜